各位老師 同學大家好 今天大家在做一個人才可以做的工作 其他動物是不可以將你的知識或者學問 傳給下一步 只有人才有能力 將你的知識傳給下一步 傳給另外的人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人是沒有帶知識來這個世界 所以你出生的時候 要不懂得找東西吃 不懂得建屋的 要人教你的 其他動物它有知識帶來的 是人沒有的 要就頭再學過的 所以如果你一個國家的社會 如果你沒有學問的話 你一定會落後 今天這套書有一個很不同凡的故事 一般人就不知道 在1978年 十三中傳會 十一中傳會之後 鄧小平先生開了一個內部的會議 就說我們中國要走什麼路 要需要做一件什麼事 當年國家是很窮的 後來有一個鄭州的大教授 就給鄧小平先生意見 我們要有機會給同胞 要有途徑 找到正確的知識 要做大百科書 但當年我們國家都很困難 但鄧小平先生拍板 獲了很大的錢 集中了二萬多個學者教授 成立了這個大百科書出版社 就做這個中國大百科書 但今天和我收到這本兒童百科書 還有一個故事在背後 大百科書成立了之後 再獲了三千多個教授學者 用了七年時間 就設計了今天大家手上的這套 大科書成立了 就希望我們的同胞從自小 是學到正確的知識